郭希儿 女 其家修道 民国七十年 一九八一 村兆契公司村垂大 班成人年后学 民国七十一年 一九八二 其在赵开在绝经中班 七天法会数班次全面训练及提升 民国七十年 一九八三 副主缺组三点传师 三与各组线 共同办理一换到合法化之事宜 民国七十三年 一九八四 赵开修道方策班 等后 赵开修道方策班 民国七十五年 一九八六 赵开修业盛德 新华法会 宜安 天下为公之君神 传道于天下 以着 宜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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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国七十七七十一年 一九八八 翻越 一贯道总会成立 德义民政言 顺着把 大道推于海内外 让世界各国有援援人 童干天恩时得知浩荡 童一八 月初七日五十 何和宗好前任 公英古佛凡 留下道场 让后补学们再接再闭 拓展盛业 发扬光大 已完成白羊之时代使命